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美国最高法院在6月24日 推翻了1973年将堕胎合法化的罗素韦德案裁决 各州可以自行决定是否准许堕胎 日后这些怀孕妇女需要长途拔舌 跨州才能够堕胎 引起了美国多地方的妇女和人权组织抗议 当西方国家领袖批评 有关裁权严重损害了妇女的人权 有人形容对美国妇女来说是非常黑暗的一天 美国总统拜登认为简直令美国倒退了150年 两关堕胎的问题其实争论了很多年 一直以来都在支持妇女选择权利 和支持生命教育之间各自一迟 而在妇女权利日接受到重视的地区 合法堕胎根深蒂固 成为难以逆转的趋势 在某些地区可以堕胎的怀孕期更加越来越后 甚至只要未离开母体 在出生的最后关头仍然可以堕胎 令人心寒 当然 怎样去界定胎儿何时才可以 算是一个应该有权利和受到保护的生命 无论在神学、伦理和医学上也有不同的看法 究竟是由精子和卵子结合一刻开始? 成为了胚胎、着床、开始有人的形状、有心跳 还是一旦脱离母体 应该独立生存那一刻才算是一个人? 怎样去定位 对大家怎样去看堕胎有一定的影响? 因为堕胎涉及的不止是母亲的人权问题 也包括了另一个生命的潜在人权 一直以来因为强调人权而支持堕胎人士的其中一个盲点 就是只是看到妇女的权益 而看不到胎儿的权益 当胎儿已经有心跳 并且已经逐渐成形 手脚都会移动 最极端的就是虽然未捉鱼 但生下来已经可以独立于母体成长的胎儿 怎样能够肯定说她 这不是生命 只不过好像肿瘤 可以视为可以随意用手术去除掉的医疗废物 你一个人的人权可以完全凌价另一个 无法为自己发声的脆弱生命的人权吗? 美国2020年有超过93万宗的堕胎 换句话说 有93万个弱小无助的潜在生命被夺去出生的权利 父母杀婴是严重的罪行 但只要出生前一分钟 被夺去生存的机会就会被解读成母亲的人权 两者的落差又会不会太大呢? 因间成人 乱伦 或者因为母亲的健康和生命受到威胁 或者当事人未成年 未成熟到可以担任母亲的角色 因为受到严重的伤害和困扰 而作出堕胎的决定值得同情 不过我们不需要因为有些特别值得同情的过案 而一刀切地合理化所有不同的原因 以及怀孕后期的堕胎行为 现在大部分的情况主要都是因为意外怀孕 或者母亲因为不同的考虑而决定堕胎 包括当事人未准备做母亲 打乱了他的人生规划 或者在抚胱上出现了困难等等 当事人在一定程度上也有责任 不能只是看到自己的权利 而完全漠视了自己的责任 以及另一个生命的权利 现代的避孕方法已经十分之简单 亦成压很高 不想怀孕的人应该尽量预先采取不同的避孕方法 万一在未有采取避孕措施下发生性行为 而本身根本不想怀孕的话 除非跟本身的信仰或道德观念有抵触 否则事后亦可采取适当的措施 来避免怀孕 例如服饰事后避孕院 此外现在的验孕方法已经十分之简单 如果过了一个月仍未离经的话 应该主动去嫌人 在胎儿未有心跳 未曾成形之前及早作出决定 当然有时要作出重大的决定 心理上可能有很多的挣扎 一直以来 我们认为政府应该为有意堕胎的人 提供辅导 让他们在作出决定之前 充分考虑到不同的可能性 以及自己和胎儿未来要面对的情况 要平衡双方的权益 墮胎对不少怀孕妇来说 其实都会造成一些心理上的阴影和内疚的情况 有时出此下策 只是因为的确没有能力 在当刻来独力辅药 应该在决定之前 让他们看到仍然有其他可能性 再决定是否交给人 例如领养或亲友 教会和资源机构协助下来自行辅药 要让他们看到 墮胎不是唯一可行的选项 另一方面 当合法墮胎已经十分普遍 要一刀切禁止所有墮胎在执行上 会有很大的困难 也有可能会助长不安全的非法墮胎 危害了坚决要墮胎的妇女的健康和生命 对于因为重视生命价值 拖尔权利而反对墮胎的人士来说 不要把问题视为简单是非题 应该跃地而处 考虑怀孕妇里面对的难处 以及鼓励政府和资源机构 为他们提供更多的辅导和支援 就算选择墮胎的人 事后仍然可能有不同的心理困扰 同样 选择生下来的人 也要面对很多生活上的困难 是不是墮胎 不是问题的终结 而一个重要的转裂点 需要大家继续关心和协助 在有关墮胎的法律考虑 就不要只是狭矮地停留在全面反对 或全面支持 其实中间仍然有相当大的空间可以考虑 我们既要关心意外怀孕 深受困扰的妇女 也要为无能力保护自己的弱小生命 挺身而出 尽量找到最符合双方利益的方案 而不是流于互相批评和攻击 神爱每一个生命 包括母亲和胎儿 离颜患 为难过 离开 绻开 神爱